警方抵达高雄岡山的这一处资源回收场进行盘查 当时有一名货车司机因为卸货的问题和员工起了冲突 业者的朋友出面驻证演变成拿枪打人 来听警方说法 警方借入了解发现货车司机先是和员工吵起来 业者的这一对兄弟党朋友因为看不惯也出面驻证 变成三人打一人而被打的货车司机趁续冒警 警方到场查获了改造手枪子弹以及毒品等违禁品 将涉嫌打人的三人送败